第一次扣籃 場均得到12分7.5籃板 這邊超級的成功要秀著嗎 單手扣籃 來自法國的浪漫射手 也是能跳的 這球穿球比較大意了 真的 這張文萍長那麼帥 竟然沒有注意到他 直接把球送到他的手中 這是不是力行賽加季後賽 張文萍的第一次扣籃 看過印象中 但並不確定 可是這球傳的確實也是有點離譜 工程師球線拉得比較長 因為最近這幾波 工程師是用李家衛來擔任控球的位置 看起來張文萍應該是完全沒有猶豫 這個空籃機會就是決定要扣了 國王隊在前兩站打比較悶 這一站其實回到了主場 他們需要有一兩個 這個我們所謂的Defining Moment 就是有一兩個時刻是 你在全場的觀眾會一起幫你加油 硬是被晃進去了 左邊 通常的投射機會 SPEEDO 張文萍 來盡三分冷箭 法師打快攻 出武豪 這邊再給李英輝 這次歸根沒有把球給接好 哇 這個飯桌要小心啊 法師直接撞到李凱燕的身上 你要回救之後 法師殺不住車 對 凱燕其實知道 法師其實要撞上來 但他如果跟張文萍 他能夠發揮到多少關係 國王隊這樣比賽可以走多遠 Sergeant floats 忍 fut 我們現在打得沒有刺激了 thirteen 這並不是 нез 錯 aram 밀 張文萍回來 擴擠掉嗎 上半場有擴敬的選手 好 上半場一個抄捷 下半場再操一球 先抽穩 先抽穩 國王隊這樣比賽 目前這個七十七比六十八 九分的差距是 領先最多的一顆 跟前兩戰不同的是 新北國王這一次在下半場 是有所回應 兩邊底角特別是左邊底角 是國王隊目前投射的熱區 那另外我們講馬張文平 其實對位法師 現在看起來是一個 比較好的選擇 至少在賽事上 在防守的區域上面 他一個進步一個 close out 他至少能夠創造 一個抄劫 並且掌喚快攻的程度 在國王隊這邊 可龍照出來 再帶一步 最後找到了小胖 這個三分球成功對線 同志在籌定之後 今天國王隊上下半場 張文平是一個X英雄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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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無際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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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